因为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学习 在线课程已经结束了 所以 我还在思考说 就是在这个6月7月8月 8月不知道是8月初还是8月底考 学会应该是会在考前的45天吧 反正一个多月 会有同时通知 不管8月初或者8月底应该是六七 还有两个多月 所以时间是够的 时间是够的 那么下一阶段 我目前的想法是会给大家去 去说一下 也不就讲一下吧 去说一下 就是在审核事件中 遇到的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呢 我希望说通过这些案例 不是我们不到 不是说再去讨论说 谁对谁错的事情是吧 因为好多时候啊 就是敬畏并非那么分明是吧 所以说 通过这些案例的这个讨论 可能会对大家 对这个课程啊 对整个的体系啊 对这个认真是干啥 是吧 能有一个更清晰直观的这样的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个结果有时候并不是多么重要 是吧 当然说一直通过五科 那这个结果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往往比这个结果更有价值 更重要 所以这是我一直 和我们学员去强调的 也是和我们学员去沟通的这样一个 一个我们学习的方向 是吧 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通过五科了 我就非常非常高兴 是吧 通不过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也 也不完全是那样 是不是 我们下个阶段就用这种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当然我们这个不是针对学员了 因为学员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第一阶段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主要是我们每天早晨啊 抽出一点点时间 和大家就有一个案例 我们进行一下分析 就我们在审核中遇到的一些案例 实际审核中遇到的案例 进行一下讨论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 对大家多少会有些帮助吧 因为我一直认为 学习最重要的是个思考的过程 是个求真探索的过程 并不仅仅说我一定要去 怎么怎么样 怎么这样 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结果很重要 就像我们关系说的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 如何实现 是吧 这个过程反而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ISO这强调的 这个过程管理 我觉得更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思考吧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不聊 案例了 从明天吧 明天看完时间的一个安排 我们去聊一下案例 按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进度来推进的事情 现在呢 如果大家想要报这个QS5 这样的一个考试 培训的话 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这个 不会停止 我们不停招了 不停招 大家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 根据节奏来走 因为我无法预料到 你的这个每天的复习实验室 你按照你的节奏来走 我建议的就是 五颗的复习实验室 两三百个小时左右吧 这个每天的情况不一样 我也没有办法去 说多或者说少 或者这个建议的量 那么至于说 在这个什么时候 就是节止招 以前我感觉说 比如说考前一个月 什么节止 但我觉得没有意义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如果说你考过 只是说没有方法 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时间 这个大家自己把握 我不去把握 我也没有办法 帮大家去把握这个时间 时间的节点 所以我们就 首先就把它做成一个 这个持续不断这样的学习 当然我也会不断 把课程进行优化 更好地去匹配这个考试 更好地去匹配 将来大家的一个职业发展 这也是我做这个课程 最终的目的 今天就这些 好吧 好久也没有更新 招生的这个视频了 所以今天也做一下更新 我记得从上回考试 出了成绩之后 我也没有时间更新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跟大家去聊一聊 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 经历了大概是三次四次吧 四次这样的改版 或者说改进 所以我们课程是不断地在 在PTC循环 不断地在这个 分享管理的基础上 不断地在这个 过程管控的这个 基础上 不断地在发展 不断地进步 我也说 这个课程目前发展到现在 就是当然这次考试 我们应该用的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课程体系 但是我计划从那个 下次 就12月份考试这次 就把它全面地再 再转移到这个第五代的 一个课程平台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 一个数字的改变 这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简单了 那我就 八九十十一十二 就像小学生读书了一样 读就完了 是吧 不是这样吧 我们第五代的课程 是这样的 再给大家去回顾一下 第一代到第五代的 升级的过程 第一代的课程 就是现在大家 就是这些老师 都在用的课程 就像教学生一生一样 是吧 我给大家过一下标准 是吧 再拎一些这个题出来 再给你讲一讲一讲 反正讲的也不会 听的也不会明白 反正糊弄糊弄就过了 是吧 时间就这样 是第一代的课程 那么第二个 第一代的课程 就是我们最早用的方法 就是把管理体系的 一些思维思想 我们把它应用到了 这个课程中去 把管理体系里 最重要的过程 是为了一些 管控的一些方法 用到了这个 课程的这个 整个的进度中去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代的课程 我们现在就是 把项目管理 因为在做第二代的课程筹 我就提出了 要一次过五课 一次过五课 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我们课程 也是这样的目标 那么第二代的课程 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 说我们要非常高效的过 我们当时只是提出 我们要过 要过 但是在第三代的课程里边 我们就非常明确的提出 我们要高效 要速度快 效率高 对吧 要划得复习时间短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管理的 一些思维 一些方法 就又引入到了 我们这个课程中去 这是第三代的课程 那么从这次考试 我们全面都用第四代的课程 所谓第四代课程 就是我们把课程 因为我们现在只遭受一次 考五课的学习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 五课的学习内容 五课的知识 把它融合在一个课里墙 是吧 就这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可能我在讲这个合格评定的时候 我又把一些标准的一些思想 把一些关系体系的思想 把一些审核的事情 都讲进来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五课 其实有好多相通的地方 包括考试的题目 都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在这个课目里考 在别的课目里也考 所以这样的作用 最大的好处就是 课程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帮你更大的 节目时间嘛 没有必要说重复的东西 没有必要就重来重复去了 是吧 重点东西 我们就多去强调 是吧 就是gain 所以这次考试 我们就在2024年 8月份 8月份的考试 我们全面的在这个 第四代的平台上 去运行这个课程 那么为什么现在 现在我们叫可持续的一次 过5分的课程 其实我的计划 是在下次 12月份的课程里 我们再把一些 可持续的一些思想 因为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如果你发现一个老师 他没什么新东西 是吧 每回还是这样 就不用跟他学了 因为肯定落后了 所谓可持续的一次过5分的课程 就是在我的理解 就是确实我也发现 就是包括我们的学员也有 包括大多数的 现在在从业的审核 因为我现在在做审核员嘛 好多人就是考过了考试的 多少审核员基本就躺平了 也缺乏这种学习的动力 或者说再继续前进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采取可持续的一次过5分的课程 更多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就带领大家 或者和大家一起 把我们的职业生涯 把我们的整个的审核员的这个道路 越走越宽 因为有些人也说 我考过了试 好像还能找不到机构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就充满了悲观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悲观不正常 因为每个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 是吧 这是正常的 我们要理解 每个人不可能 谁都是一路高歌了 是吧 一般分数 那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的 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事情 所以总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 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挫败感 是吧 但是我们遇到挫败感 不是说停滞不前 也不是怨天游人 是吧 也不是把责任 撤到别人身上 当然有些问题 确实不给人造成 是吧 但是解决问题 还在靠我们自己 因为别人没有义务 也没有 有的是没有义务 有的是没有能力 有的是没有想法 有的是故意不帮你解决 是不是 想看你笑话 什么样的人都有 当然也有说好人 当然好人不正常 是吧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应该存在好人 是吧 因为好人的付出 他要有回报 是吧 他没有回报有什么意义 是吧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第五代的课程 会把这个课 持续的这种思维思想 就把它灌上进去 当然这次我们 因为在要去用 第四代的平台 再去用 用紧这个课程 但是我们也会把 这些课程 去这些思想 把它融到我们课程 有信东西 我们就拿来就用 你也必定非要去 等到下来课程 就完全再去切换 所以我们一点点 就把思想渗了进来 所以这也是我做的 地五代课程 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说 只要说 首先你要有个想法 只要这个想法 你非常的高 其他的事情 都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只是讲的 我这次考个一科 两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考个 三科四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过五科就行了 或者我这次快速 过五科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永远永远 走在别人的后头 走在别人的后头 就意味着被淘汰 就是落后 落后就意味着 就这样的道理 还是这句话 就是成年人 我也知道 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选择 所以我们是选择 一些自同道合的学院 是吧 我们一起前进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指导说 因为从第一次 从这次考试 从这个2024年第二次考试 我们指导说 一次考五科的学院 所以如果说 有一次想要过五科 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报名课程 如果你只是考一科两科 那就不要来找我 我们没有单科的课程 并且我们课程 只有在线的课程 当然在线课程 这有录播回放 但是我们博卖录像 博卖录像 请不吝点赞 拜拜